7月6日至7日,第十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召开。 本届论坛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互正义促团结谋合作为主题, 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会议期间,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的资深外交官 共同探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等国家应该如何维护世界和平。 正解,中等国家人和国家法一个民主化。 一つ以求向、国家人和 penalties超 저� effects了一 рыblinder本连ATEHAP 四孔 shutdown的不同因素,需要平均局提升濒盖 与贤的公职和历利娱产举定一切业终的性格。 国家混合来300亿的革命、平均dog酸的性格並甘是一切毛 reform。 澳大利亚前外长鲍伯卡尔认为 当前有三个重要的任务 摆在中等国家面前 除了维护和保护开放市场 支持国际法院的行动 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努力避免 中美之间的灾难性冲突 我认为这场务是中央的 크股 要在这种中心中 talking to partners and like-minders the idea that they have an active role in elevating to the agenda elevating to the agenda the notion that a déton can be cultivated to be nurtur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韩国前总统特别顾问文正仁表示 第三世界的主要国家要行动起来 一起解决当前世界体系中的问题 他建议可以有一些预先的对话 用来成立所谓的中等国家联盟 以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改变 如果我们可以建议成立所谓的中心 如果这些国家持续持续 我们可以越过中国和美国的领域 我们试图成立所谓的新领域 第一个中心力力力量 第一个中心力力量可以准备 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第二个中心力力量 都在中国的中心力力量 这些中心力力量能修改 对中国的经济主要控制 对中国的消费 这些中心力力量 可以向国际治理体系统 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统 在国际上的副主要控制 最终的高性力量 最终的高性力量 国际治理体系统 在国际系统 伊斯兰保战略研究院主任 苏海尔·马哈茂德认为 在当前国际社会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加剧的背景下 中等国家要加强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并推动具体冲突的解决 绝这Richarro 이쪽度保持续打到最中的重点 正受根练于不需要不项目的 拡敲能放歪 但无论由 Быde millones让我们跳uge 必要为最低绘的五次所属人的原 stora亚 平іти有必要oni 欧右主欧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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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迡